再来的话,你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困难点 其实这个难度还越来越高了 不过使用度当然也越来越高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就可以快速抓爬资料,快速绘图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有大量资料要需要绘图的话 你可以马上画 它其实除了可以输出结果之外,也可以存档 也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画的图自动存一个档 也是比如说我们这边有11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扣掉有10个币别的转换 那假如说你要画出10张图 以前的话你可能要用Excel 你可能做完要截图,然后再贴 贴到PPT,截图再贴 那如果说你用Python的话,你可以跑个回圈 它可以帮你绘制10个栏位的图之后存档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是去那个资料夹里面找 就可以找到那10张图 你就直接可以把它什么 汇到PPT里面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相对起来 当然好像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OK 至于要怎么做 我们首先的话一步一步来了解 因为我们 假如说要汇图的话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 我们必须input这个 叫做MaxPrilep 所以 等一下可能要先安装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RUN应该RUN不出来 如果这个慢慢来,我们一步一步来完成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需要提供两个串列 一个串列的话就是ListX 这个的话是提供给它 日期内栏 然后再来Y的部分的话是提供什么 提供给它美元对台币的串列 那刚好它的位置 它的资料刚好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这一栏的资料 这边的资料跟这边的资料 那 这个是Excel里面的状态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从资料库捞的话 该怎么捞 捞这两个 有没有 所以第一步我先把它捞出来 那第二步的话 再把捞出来的东西放在两个串列里面不就好 那我就有这两个串列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 得到ListX跟ListY 如果有这两个之后呢 第二步呢我们再去把那个MathPriLab装起来 然后再让它秀 不就OK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完成 那所以呢这两个资料怎么把它查出来 那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资料 写到那个 所以特别之后我已经把它写到那个资料库了 所以这一段程式 但是 我也有把它贴到云端白板 所以你们等一下要run的话 如果假设你一直run不成功的话 没关系可以 参考我这边的 这里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页 其实就这一段 从这边到这边 这个是我刚刚改的 其实改了哪些地方 其实最重要应该是改这个啦 Rent 01 然后这个名称 资料表的名称改 然后栏位的部分也改 那其他大体上应该都没什么改了 反正就是 再去抓资料嘛 抓完之后切割 切割之后还有这里 把它放进去 虽然很冗长 但实际上都有机可循的 所以以后反正呢 将来如果说你要抓别的啦 你就拿这个套用一下也OK啦 那最重要是你要看懂到底哪边 是 必须修改的 OK 还有哪些 好像没改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主要是改什么 资料表名称 还有一个地方 insert in 这个 insert into这个也一定要改 写到这个table里面去 也就是说呢 改了table名称 给它栏位形态 然后呢 并且insert into的时候 一样写到它这里 然后给它看 如果有11栏 就给11个 大瓜胡 然后把资料写 进去 大概就这样 上面这些是切割 切割完之后就丢进去 OK 也有点像那个工厂的作业流程 一段一段一段 分别就把它塞进去了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对这一段不熟的同学 回去可能再多找一些其他的 你比较有兴趣的相关资料 多练习几次 反正呢 应该很快就熟悉啦 这些一定是 要熟的 好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再去用查询的方式 查询我是拿刚刚查询的来修改 那查询部分还记得吧 一样是连线到这个资料库 然后呢建立一个slate 不过slate 我们本来是slate是什么 slate的信号 这个信号指的是全部栏位 11栏 有没有全部哦 可是现在我只需要两个栏位 A栏跟B栏 对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写 slate A栏 这个指的就是 我只要两栏 第一栏就是日期嘛 第二栏 B栏的话就是 美元对新台币 我只要这两栏就好了 OK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什么 日期跟人民币的话 你就可以了 把B改成C就可以了 比如说如果改人民币对新台 第三个栏位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逐一的去 抓到你要抓的 所以A栏跟B栏 那from这个range 后面其实不用条件 因为我希望全部都帮我抓回来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我就print它的栏位名称 日期跟美元 新台币 然后把这个资料呢 把它forrow in这个cursor 抓到东西 那帮我把它print的出去 print的话呢 一样两个大瓜 放两个资料 那最后print出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只有什么呢 日期在这里 这个 跟什么呢 美元新台币 有没有 但是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日期啊 假如将来放在那个 绘图的 底下 因为底下的空间 其实还蛮窄的 所以如果你年月日通通放的话 可能会有空间不足问题 所以 是不是可以考虑怎么样 干脆 那个输出的部分 不用输出那么多 干脆输出的结果里面 就输出干脆 后面是 后面四个字就好 如果后面四个字的话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再去 特别是要 那怎么样指得到后面四个字 如果在那个什么 Excel是用rights吗 VBA也用rights 可是哦 如果是在Python还记得 我如果 只要这八个字里面的 后四个字的话 该怎么做 还记得吗 有没有 前面好像有用过那个什么 合并全程由于地址 我讲过 如果你要拿几个 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的话 你可以这样 用什么 特别是哦 如果 这个可能也是要熟悉的 如果日期 总共有八个字 那如果说 他应该是放在这里的 这个是他日期放的位置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要 我这样要后面这四个字就好 前面年我不要 因为反正就是2021 那我这边可以怎么做 可以在那个row 这个这个里面 有没有 那把它后面加一个中瓜糊 表示说呢 如果前面他是 一个文字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把它 告诉他说 我要从哪个字开始 那特别是这个地方 第1个字从0 他index从0开始 所以这是0 1 2 3 所以我要从第5个字的话 那就给4 冒号后面的话 就是哪个字停下来 哪个字停下来 最后第8个字 所以其实理论上应该是第9个字 可是没有第9个字 是这个东西 所以理论上 我们就是 在这个地方输入8就可以了 OK 8的话呢 理论上 指的就是 应该是第9 不过后面没有啦 意思说取到 取到 他的前一个 所以 其实编号应该是到7啦 所以他会取4 5 6 7 总共 会帮你取4个字 我们试试看好了 看他们得到有没有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有没有 他得到的 就会是 11月 1号 有没有这样的格式 应该看得懂吧 所以哦 如果本来8个字 你只要取尾8的4个字的话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从 从第几个字 4的话指的是 从第5个字哦 OK 因为他是从0开始哦 而不是从 这个1开始 所以4的话呢 指的是从 这个第5个字 然后取到哪一个字停下来 所以停下来 这个地方 8是不会执行的 所以他应该是 会到 编号7的哦 应该是 4到7啦 也就是 index是4到7 那 实际上必须要加1啦 所以加1之后就是第5个字到第8个字 他就帮我抓到这4个字啦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抓哪几个字的话可以这样 OK了 好所以第1步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就是说再取得 A跟B这两栏 然后下一步的话呢就是绘图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一样我把这个程式 一样把它复制 再贴到这个云端白板的 下面这里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就查询那个A栏跟B栏 好 好